小朋友露出灿烂笑容 边洗便当盒边喊烫 他们用的水是温暖的热水哦 因为在厨房的屋顶上 可是刚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车舰长也和他们一起洗便当 感受有热水可用的喜悦 未来小朋友再也不怕冬天 还得洗冷冰冰的水了 太阳能热水器就是 把我们一般的那种 太阳善发的热能重复利用 就不会浪费那种热能 太阳能的热水器比一般的热水器要环保 有了热水器之后就 以后冬天洗手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寒冷的时候 就会比较舒服 这台太阳能热水器价值五六万元 是由台湾应用材料和IC之音等 企业所共同捐赠 今年共捐出14台 给桃珠苗地区14所学校 新竹县内就有五所偏乡学校受惠 期盼抛砖引玉 换起更多企业照顾偏乡小学 并从小建立孩子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观念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一个炮灾引力 真的是不敢不敢 担当大家对我们的称赞 但是呢我们也考虑 我们也承诺 我们在这个领域会持续的推动 因为我们13年前就开始推动这个环保地球 邱县长特地出席代表受赠 看到企业对现代偏乡学子的照顾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这边的水啊来自于山上的都很冷 有时候冬天的时候 天气冷一点的时候 真的小孩子手都冻伤 所以施展的爱心 施展的大地之爱 我们大地里面需要的是温暖 不是给我们温暖 我们有种感谢 大苹果校的小朋友 更是用弦乐拉出悠扬愿音 来表达心中无限感恩 太阳的热水器不仅温暖了大苹果小孩子们的双手 更温暖了他们的心 感谢观看